周朝初期 天子将他的兄弟和功臣们 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 诸侯必须定期向天子朝建进攻 天子也靠着诸侯国的势力 维持疆域辽阔的王朝统治 这种制度成为宗法分封制 平王东迁 郑国护驾有功 郑武功成为王室重臣 按宗法制的规矩 武功将军位传给了长子吴生 但母后武将却偏爱小儿子段 于是母子兄弟之间 一场权力与孝依的厮杀开始了 吴生就是郑庄公 史称春秋小霸 谁派你来的 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断 子都 不要问了 是 子都 放人 什么 你走吧 他可是来杀你的 你竟 地可以不地 凶不能不凶啊 此事不可胜长 子都 我 谢谢你 告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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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谁 多行不义 必自闭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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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叔 拿刺客让国军抓住了 什么 下去吧 皇上 赶紧走吧 母亲 事情既然已经报了 哥哥他是不会原谅我的 我一定要起兵杀人 不 天哪 怎么会闹成这种样子 母亲 我答应你 只要他的军位 不要他的性命 可是母亲 你要帮我 要给我通风报信 这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不 我不能答应 什么人 债主 怎么 债大夫也在这 我 子都 切莫怪罪国军 我错怪他 谁在他心里搞的什么鬼 依我看 他心里没鬼 倒是郑国的强盛 指日可待 郑国的强盛 指望一个不肯对陈下坦诚相见的国军 不不不不 此人是一代销行 眼下郑国正需要这样的国军 你想啊 段虽然无道 却没有明显的叛逆 还不明显 都拍刺客 可是刺客的事 又有几人知道呢 我们可以把这事声张出几 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你就是声张出去 只怕国人也未必相信 国军眼下如煞断 僵士必定阻挠 如此一来 国人倒会议论纷纷 不但说国军为凶不仁 而且会骂他对目不孝 你刚才只顾生气 你没听他说的一句话了 说的什么话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我猜 所以国军隐而不发 一定是在等待时机 等到段 恶贯满盈 国人切齿是在杀 是谁还在庭院里说啊 哦 是债党子都将军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 我正有事要与你们商议 啊 不知国军有何事啊 子冬 他在 寡人五月初一要去洛阳面军府政 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 你随我前去 是 责族遵命 债大夫 在寡人去洛阳辅政期间 请你监国如何 是 债族遵命 那好 就请二位回去找些歇息吧 好 告诉你 别生了 请二位慢走啊 好 走 走 看见朗详案处站在那边了吗 带他走后 速去请债族子都大人回了一身 路上 不得让任何人看见 母亲 黑夜沉沉 你可要当心走好过 您告诉 母亲快人送来的密件中 不是说好五月初一 在城上插白旗为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我哥哥他没去落呀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子多奉国军之命 趁我们来此 他率兵攻进了京都 把我们的老窝给断了 我们上当了 撤 由于贪食 吊者 又之 人机 则 余 我则 吊者 国军 断听说子都占领了京城 军中大乱 以无心工程 在城外安营炸弹 再去 叫营考书 趁夜深之时 将断的全部兵马带走 只给他 留个半老弱 遵命 遵命 由于贪食 吊者 老者 业务之 你音诵的是什么 人机 责语 活着 吊者 听明白了吗 听是听明白了 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责备钓鱼的人呢 钓鱼这事 是锤钓的人对不起鱼呢 还是鱼对不起人呢 鱼要是不吃食饵 那钓鱼的人也无可奈何呀 那就不对了 在钓钩上装着鱼饵 去引诱鱼饵的是锤钓的人 可是谁也不去责备那些引诱鱼饵上钩的人 却去责备贪贼的鱼饵 天下 有这样的道理吗 来人 早急众将 准备夜袭新杖 来人 来人 人大 快出来 怎么回事 人都上哪里去了 林考书把冰车都给带走了 什么 林考书说 他不忍心加害你 希望你到新政请罪 我 小 你们这些留下来的 都是好兵 你们可以以一当十 以十当百 我老了 手也走不动了 打也打不了了 那就给我滚 滚 都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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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段 我还有什么面目和兄长见面 母亲 是你害了我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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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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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生 你还我的段 你还我段 你要我还你的段 我还要你还我一个人呢 谁 我的弟弟 你 是你杀了他 是你把他冰上了鸡鹿 你还我段 你该不会忘记吧 是你要我把京城封给他的 是你要我把兵马分给他的 是你纵容他 操练士族勤战四义 是你 是你鼓动他 近期京城之病 是你 你 你敢说不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自夺抓住刺客 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不 我没让他谋杀你 我只是 我只是 只是什么 你以为我是个废物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看吧 是谁为段通风报信 你 让他五月抽一 攻打心正的 你不想到他 世上做母亲的 哪有像你这样 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可是 从生下我那天起 你就不希望 这究竟是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无声 我 来人 把他送到营地 叫营考书看管 无声 我 我 我今生今世 不到黄泉 绝不相见 押下去 不到黄泉 绝不相见 她 我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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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隐隐约约听说 我生下来的时候 两只眼是睁着的 所以叫我无声 这也不对 那我就不明白了 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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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秘之意呀 武秘 当时疏弃团成功室 英尔出生 殿尔出生 寻常都是先出头 国君却是先出脚 把僵尸夫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国君是忤逆而生 所以取名叫悟生 大不吉利啊 说来 这正是江氏夫人偏腾断 而不喜欢国君的原因 你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母亲爱而错语 悟生起了事又没事 会不会遭天谴啊 我不 我不能回去 与其让悟生遭罪 还不如让我做母亲的一人受罪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不能再失去另一个 夫人放心 考书自有妙计 可且听见 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黄泉之上 聪明的尹考书 派人在黄土山下的碎洞里 挖了一道泉 明之曰黄泉 使郑庄公和母亲在泉边相认 总算给要强好胜的庄公 找到了一个既不是孝道 又不坏信诺的好办法 母亲 这就是后人所乐到的 黄泉任母的故事 母亲 父亲不孝 成母亲 输罪 母亲 父亲 父亲 母亲 姥如 东迁后的周平王 设于郑国的威力 竟与郑庄公做了交换太子 互为人质的荒唐交易 王室虽已衰败至此 但千百年形成的帝王之威 在当时还是个庞大的精神存在 当郑国战车与天子王师两军对峙时 众多诸侯的目光在关注着这场挑战的结局 从此视天子权威如儿戏 强者为尊 以实力争霸的时代 开始了 公元前七百二十年 周平王死 身为辅政卿士的郑庄公 亲送在郑国为人质的太子湖 往王都洛义奔丧 他在城楼滚过去啦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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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j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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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洛阳 还远啊 不远 都看得见了 太子 你看 我尊父王之命 到你身边 当仁之 一别 就是十几年 今天 我总算又亲眼看见 洛阳 洪殿 太子 太子 当年 为了取得 臣子的信任 身为天子的周平王 竟然同他的臣子 郑庄公 用彼此的儿子 做人质相互交换 这虽然是出于 对郑庄公的依赖 却说明了周王室的软弱 和诸侯的崛起 同时 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 将要到来 王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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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太子 一先王去世 心中悲伤而死 我父亲 分明是叫他正如生 给活活起死的 王孙 先王刚刚去世 太子还没能继位 又死在路上 祸上家祸 人心慌慌 正是朝政唯妙之时 王孙年少气盛 且不可因一时之怒 一时之怒 当年堂堂周天子 同一个臣子交换人质 是天子的耻辱 今天我随为太孙 将他拒之成百 就是为了让天下都知道 我周光是了威严 快去 周国公巨父速来洛阳处理丧事 以后让他政务生少过问朝政 王孙 王孙 严重了 臣甘于死 请求王孙三思 难道你要我一生一世 都受到郑伯协制吗 王孙严重了 郑伯在位以来 不曾失礼 恐怕不能轻易废了 况且 我周朝东前洛阳时 那郑伯功劳最大 如今正是改元一致的关口上 若夺了郑国 周师青士之位 那国会反应成城 此人缘故当前 难免 秦极之路 又八户之举啊 他能在哪里 灯火冰枪马装 弹枪无云 倘若兵鸿相见 他敢吗 四五君臣名备已定 他敢以下犯上 王孙 还望从长计议 从长 从长 已经祝孙三代了 还要从长 王孙 唯一一决 不要说了 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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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利者何人 先太子再死 为何不贵 我是他的儿子 太孙林哪 即使王孙 更该先贵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武政大臣 郑武生 臭见王孙 先太子 一路奔丧而来 因伤冲过肾 为即叩见先王灵位 便脆然而逝 是乃天下之大不敌 但愿朝中空虚设计阴忧 臣斗胆叩请王孙 登基继位 以谢祖宗在天之灵 国王万年不信 万年不信 万年不信 王孙 当基继位 视为周环王 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这个天子 并非傀儡 他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摆脱郑国对王室的控制 华人早有成命 为何还不把国公请来 启禀党 难道是有谁想抗天子之命吗 国君两代人 夺作的周王是三代天子 功劳齐天 他一个皇后儒子 刚刚登上王位 屁股还没有坐稳 就像废了国君而用国公计赋 这也太不人意了 以我之见 该兴师打破洛阳 为了这个忘恩负义之人 另外再立一个天子 从此他周王时不敢再嚣张 天下诸侯爷固得不巴结我国 国君 国君史初有名 我们叫此行兵吧 恐怕不成 怎么不成 君臣的名分如同母子 国君正是因为决地建母尊了名分 才得到国人的称赋 倘若以臣罚军 无异于以子犯母 不但难以赢得国人之心 反而会给天下诸侯一个 说正国不忠不孝的口识啊 那以赢考书之间呢 我以为国君暂隐一年半载 再到洛阳朝静 到那时 周天子必有鬼故之心 臭你说 这口气就只能念下去了 国君是世代诸侯 不是田谷野老 你 以我之见 一公一人 不妨二者兼幽 贾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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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君 国君请分我一只兵马 直入周境 就说正我遇到灾荒 我到温洛一带去借谅 如果天子派人驱逐 那就等于给正我一个出兵的借口 如果天子无言默认 国君再去洛阳朝静 也为时不晚 国君意下如何 名为借粮 实为抢掠 本该纳贡的臣子 却跑到主子家里明火之障 郑庄公在挑衅王室方面 也真可谓别处心猜 反了 反了 人前十指 城州郊外的麦子 一夜之间 被正兵割取一出 那守将呢 全都睡大觉了 守将发现了 赶紧点兵出城 说正兵 正兵怎么了 连个人影 都不见了 大王 这里 还有两树文书 也是正兵盗卖的 不看 郭君 你是不是等得 有点心烦了 没想到周天子 最倒卖的事 居然一丝也不计较 是啊 真是出乎意想之外 以周天子的性情 他是该兴师问罪的 恐怕是周公黑奸出的主意 这样看 我是不是干 债大夫所说 入朝谢罪啊 国君入朝谢罪 这又是体面 真要入朝谢罪 也不该是国君啊 请国君把赵世人债族 送到洛阳 任凭天子发落 债大夫 这是说哪里话的 国君 国君 魏国公杀兄篡位 国中大乱 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不满 他反无我主杀地不仁 并以此为由 联合了宋 鲁 陈蔡五国 一起发兵 来攻打我郑国了 哦 我在这儿等了这么多天 周天子没有性病问罪 也杀出个五国联军来 国君 你听 什么声音 是雷声 怕是要下雨了 不 这是五国罚我的兵车 已经大军压境了 就还如此下去 魏国有魏国的理由 宋国有宋国的道理 将来敢和我郑国作对的 还不止这五国呢 国君 这下有天子发难 下有诸侯作对 我们该怎么办呢 想不到 五国联合出兵 倒被我报了偷卖的仇 大王 郑国 入都 朝见 什么 他来朝见 大王 刚刚接到表纵 五国联军 被郑国 威逼利用 又拉又打 已经分崩离析 各自归兵了 啊 大王 郑国 臣服很深 当初 虽发誓于母 不到皇权 绝不相见 但为了赢得国人信赖 做出绝地建武之举 如今 为了借天子之威 以抗诸侯 也说不定 会入宫 请罪来 陈正午生 叩见 大王 郑伯 你有大事 禀报啊 是 武生 是来向大王 逃取公道的 什么公道 宋公倾尽 魏国 窜逆小人的挑唆 无端究极 魏鲁陈蔡四国 进犯政国 我当是什么公道 你不是 已经打败他们了吗 武生 有赖大王之威 随随 五国联兵 但宋公无端其信 有为周理 大王既为天子 理应对宋 治罪 以警效忧 今年 郑国收成怎么样啊 托大王 风调以顺 五谷风登 这就好 寡人庆幸 今年成州郊外的麦子 可以留给自己 实用 如果大王粮食不够 只管到新政来 新政离洛阳 不过几百里路 物生一定大开粮仓 任大王取用 不必了 寡人的麦子 多的是 那好 去年的借账 就一笔了轻了 还有事吗 物生奉献大王 佩玉一对 白币一双 愿大王秉公执法 心比白币精盈 智比佩玉更坚 那好 寡人收下 你们回去吧 拜祭堂 拜祭堂 请问 天子对诸侯 无实验 无愧赠 这合乎周礼吗 大王 一礼应为 郑伯设宴 寡人可不愿意和他这种人一起喝酒 那么 愧赠呢 愧赠 他偷寡人卖 寡人还愧赠呢 依照周礼 来尔不往 非离 郑伯请留步 国公祭父 提醒寡人 不能忘了周礼啊 诸侯朝见 天子是该有馈赠 这样寡人送郑伯食车卖 郑伯若逢兄年再荒 不必再让士族当农夫了 国君 李当百谢 拜谢大王 大王可知道 王以民为天 民以食为天 也就是说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粮食 是百姓的根本 这麦子可是好东西 元族的时候 神农士 从遍地的狗尾巴草中 选出巫谷来 教百姓巫农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粮食 无声 多谢大王 有了大王所赐的石车麦子 今后什么凶年灾谎 郑伯 都不用畏惧了 无声今日 本来是来向大王投取公道 大王所赐的石车麦子 就是石车公道 今后什么宋公鲁侯 郑伯 也都可以对付 多谢大王 可恶 周天子如此羞辱我 这石车麦子不能要 明天出了洛阳城门 我就放火把他烧了 让他周天子看看 不能烧 不能烧啊 应该接受 你还真让我把这石车麦子 带回正国去啊 国君 天子所赐 不论厚薄 国君 辞而不受 分明是与周天子积怨 一旦如此 天下诸侯将趁机而入 夺取你手中 周朝清室的大旗 再说 刚才国君在大殿上那份侃侃而谈 言犹在耳 怎么好收回呢 启离国君 大副周公黑奸 派人送来两车绸缎 什么 只怕是周公黑奸 想替天子弥补过世 国君 这绸缎 来的可正是时候 怎讲 国君 你不是常说有了石车麦子 什么凶眠灾晃 宋公鲁侯全能对付了吗 哎呀 我那也就是顺嘴一说 脱个痛快 这石车麦子跟宋公鲁侯有什么关系 过去难道 不知自己说出了一条 一箭双雕的妙计 妙计 一攻一楼 可是一旦周天子怪罪下来 生米做成了熟饭 旺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见也是天子亲赐的吗? 听我还要问,天子亲赐的竟然做什么用啊? 凤华不叫调情大购,天子叫郑国领兵讨伐宋国 你看,前面题子上不是写着的吗?奉天讨顺 大郎,郑务生把天子亲赐的脉子装上车 车前竖着,奉天讨罪的大旗一路张扬着去讨伐宋国了 假命伐宋,大旗不道,果然是物色,你生起来就是忤逆之徒 大王,宋国大拜 邓庄公离公子冯为宋国的新军 这还了得啊?啊? 他这五生竟敢藐视天子善利国君了 今天寡人若不讨伐他 日后各诸侯纷纷起而笑忧,岂不天下大乱啊? 国公祭父,周公培见 臣在 寡人将亲率大军,讨伐郑国 大王,大王要讨伐郑国,可命天下诸侯共同讨伐为宁 不义亲人,他正无声欺负过岸人非是一次 我以为他施不两立 祝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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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子御驾亲征 众大婆有何对策 债大婆 天子震怒亲征 锐不搁荡 眼下应尖闭以待 等天子怒气消了 再派人前去周旋 周天子劳实远征 我军一亿代劳 战责必胜 以臣战军于礼不值 即使此战不败 诸侯也会借机加倍罚我 到那时 郑国难免不遭 诸侯瓜分 国将不存疑 如若坐耳待毙 后果更不堪设想 债大夫 难道苍天 真的要往我正国吗 身为一国主帅 大难临头之际 竟作词 女儿壮 债族不财 愿谢一策 这样 天子左右两翼 为助战诸侯 其事随强 却因指图在天子面前争弓 而彼此缺少联系 我军冒死充其两翼 两翼寄毁 中军孤立 只要调度得当 则可战而胜之 债大夫此番议论 甚是有理呀 你为什么不早说 国君 债族 前凡献祭 让国君去割周皇室的麦子 此后又献祭 让国君假借天子之名 去讨伐宋国 现在 天子震怒诸侯响应 致使推迟一个政国 陷入如此之境 我 此事我再献此策 不单是让国君一人冒险 倘若失败 岂不是将整个政国 也推向火坑吗 弄不好 使政国的江山设计 祖宗灵位 都保不住 当初郑庄公抗命天子 也许只是想保住 辅政清世的地位 但是历史 却不是按 郑庄公的思路设计的 事到如今 郑庄公 犹如一支离贤之剑 抢收 也收不回来了 臣郑武生冒犯天子 罪该万子 但是 或是我郑武生闯下的 假使有一天 郑国真的惨遭失败 以致亡国灭重 我郑武生 也敢在皇城之下 面对祖宗 背起逆子的罪名 而绝不在今天 后退半步 我又阵脚乱了 报超中军 报超中军 保护中军 保护中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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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王师竟如此不堪一击 本来指望建好就收的郑庄公 却不料立功心切的部下一箭射翻了周天子 这横空出世的一箭射落了周天子的神圣光环 也再次把郑庄公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国军 国军 我射中周天子了 我射中了 国军 戴大帽 我射中周天子了 我射中了 知道了 国军在镇上看得清清楚楚早就知道了 难道我射错了吗 国军 你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我射周天子那一箭射错了吗 哎呀你起开 我明白了 我子都可不管那些 只可恨周天子国甲监后 要不然让他早就一命呜呼了 什么 如今 周天子丧魂落魄 国军应该乘胜追击将他活捉才是 没想到 明金收兵 还有 军中出现了反贼 本来周天子被我军团团围住 插气难逃 结果竟然让他给溜了 原来 军中有人放走了他 是谁放走了周天子 我 银考书 银考书 我感谢你 国军 国军 你 一介五妇 你懂什么 什么 我 你 真的没有射死周天子吧 你真的看见周天子 活着逃出去了 这一件 射的正是地方 周天子 再也挑不起天下这副担子了 国军 所言极是 但是 如今我国兵威以利 周天子 必定畏惧 国军 国军 正该派遣使者前去问安 送些牛羊前去劳军 并向天子解释 射中天子 那时误会 更非 更非出于国军之意呀 谁能担此重任 债大夫 不要说了 下游锅的事 只有债大夫 你皮后 煮不烂 大王 郑伯派债族问安来了 还赶着成群的牛羊 说 说是 前来劳军 他居然敢来 问安 老军 就此理 我杀了 债大夫走了这般时候 怎么还不回来 我派人再探 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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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天子人体大火 要活活烧死债大夫 什么 大王 大王 小臣死有余辜啊 可是你想 小臣为什么明知死罪 却偏来送死呢 你问谁呀 问你自家 问我自家 问我自家 小臣 小臣想啊 小臣随来送死 大王 并不会杀我 那你就想错 寡人 为什么不能杀死你呢 大王 大王 请想一想 窄族只不过是郑国的一个臣子 杀了窄族 郑国还在 那于是无补啊 郑武生已重 你是他的臂吧 他今天射我一剑 我要断他一臂 要真是这样啊 大王 那你可就不上算了 郑国 正好得理 乘胜进军 反向洛阳 当那个时候 周天子要变成 尹咒王了 找威胁 我就杀死你 郑郡 迎考树院带一丢人马 奔袭周营 救出债大府 郑郡 周天子是我子渡社的 我不能连累别人 请把我绑上 押到周天子那里 任凭他处置 是烧是寡 我子渡 我绝不皱一下眉头 这 子渡 绑吧 子渡 你是郑国的栋梁 无声的爱将 我绝不让你去送死 郑郡 郡 营考树 麻烦你前去签字营帐签禀报 就说我正无声 马上前去请罪 郑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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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啊 郑郡 帮我绑啊 你不能去啊 郑郡 郑郡 自盟请罪乃是架策 世青权也没到这不天地啊 郑郡 郑郡 阿絮 郡 我们是臣 他打了败仗 我们打了圣仗啊 可燕香的仗越打越怕啊 郑郡 郡郡 郑郡 郡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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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郡郡 郭君,摘大夫回来了 郭君,摘大夫回来了 摘大夫 谢天谢地,他没杀你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他要我怎么样 他要你啊,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他的营帐 去洛阳 去哪儿 去新政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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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传 Acid 我赢了 感谢观看